他是滴滴道道的种菜哥 没学过一天生月 却被誉为乡村版帕拉罗蒂 他是如何练成的呢 就是一天练几千个 两个进城务工的老男孩 他们有哪些成功的秘诀呢 敬请收看本期聚焦三农 中国农民歌会唱出中国农民好声音 好 欢迎回来 这几年各种电视选秀节目 非常的红火 那在众多的真人秀节目当中 今年安徽卫视推出了中国农民歌会 让成长于农村家庭 拥有农民背景经历的优秀歌手 走上星光灿烂的舞台 那么这些土生土长的农民歌手 会带来哪些精彩的演出 他们又是如何完成 从农民到歌手的变身呢 让我们到第五届中国农民歌会 文艺演出的现场去看一看 台上表演的这位小伙子 名叫李刘彪 看他的演出 您一定不会想到 他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菜农 在今年的中国农民歌会上 李刘彪以高水平的歌剧 惊艳了全场 被大家誉为乡村版帕瓦罗蒂 获得了本届农歌会 全国乡村歌王的称号 李刘彪19岁 就随父亲包地种菜 一次卖完菜后无聊 他跑到网吧上网 在那里 他第一次听到了美声歌曲 一下子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你不会在美声啊 你知道吧 你唱不了啊 你知道吧 刚才唱真的 疼了 他疼 然后我就在网上 看个资料 小伙子给他 加大头 就是一天练几千个 就是天天就着唱 一天没完没了地唱 一天唱一两百首 一两百首歌 有时候 有时候唱了唱了忘了干活 我一看 我刚才给我干活 我赶快 一想关了一干活 我问一下 你这纸条上写的什么样 那写的是那个 清夜无人入睡 什么意思啊 这不是二 这是这个 李刘彪不懂英文和意大利语 他跟着录音学 把英文和意大利语翻译成汉字 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标注 然后反复唱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今年的中国农民歌会上 他凭借着这首 兼业无人入眠 获得了乡村歌王的称号 在当地一下子成了名人 我只要做那个 那个没口吧 就他就他就他 就他就他 基本上每一天都几十个 你知道吗 还有从外边人过来的 外边人过来来找我的 见见我啊 说看长什么用 他们人不来 他们人不来就听不懂 韩厚幽默的李刘彪希望 将来能一边演出 一边学点专业歌唱知识 同时还要把家里的地种好 这个歌唱好最重要 地种好也最重要 不是喜欢农民 在那边打打呼 你好你好 什么 好 是吧 他们地里留着留着干活 走个路唱歌 可以明白 他们说这个舞蹈叫白舞 是拉呼族妇女经常跳的一个舞蹈 快乐拉呼组合 是来自同一个村寨的乡村组合 他们还有亲密的血缘关系 这次中国农民歌会 他们以一首快乐拉呼 成为中国农民歌会上的神曲 欢快简单的旋律 展现出他们的简单质朴 与快乐生活 去拉呼 拉呼有一句话 会说话就会唱歌 会走路就会跳舞 我们平常在家里也是做生产 玩地的时候 去山上的时候 爱唱歌 然后就有对唱那些山歌 然后就 这边再一包你 那边再帮我拿人 然后去对歌 老达堡是个纯拉呼族村寨 寨子里无论男女老少都能歌善舞 他们擅长卢声舞白舞 舞伴奏多声部和声演唱和吉他弹唱 全寨400多人中就有100多人会弹吉他 这在全国来说 这在全国来说也是非常罕见的 在老达堡 以前唱歌跳舞是爱好 现在唱歌跳舞还变成了挣钱的门路 目前老达堡寨已经成立了演出公司 全村一半以上的人参加到歌舞表演的队伍里 健康的骨铜色皮肤 一口白牙笑起来非常可爱 她是中国农民歌会30强选手中的开心果 也是本届农歌会表演赛中最年轻的歌手 她就是22岁的瓦族女孩 纳日 好像大家给你起个名字 叫黑珍珠是吧 对 就是又黑又真的珠 就以黑为美 以长发为美都是这样 在本届中国农民歌会上 纳日以优美婉转的歌声和独具瓦族特色的甩服舞 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 并被蔡国庆称为瓦族的黑珍珠 我们这个民族就很喜欢唱歌 喜欢跳舞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那种原生态的一些歌 比如我们家盖新凡了 亲朋好友来就唱歌 那就是新凡歌 来唱一首吧 谢谢 这首歌是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唱给自己喜欢的男孩 就说就打了一个比喻 就说阿哥友你是我心中的太阳 那日说他现在正在昆明上大学 学的是舞蹈专业 前不久他刚刚报名参加了县里的一个文化传承培训班 毕竟他们年轻一代会的传统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我自己学的也学了一点点 但是一些就插压就能活的一些歌我们学的很少 他会请我们哪个在啊哪个在的 就会唱歌的 然后会讲故事的 乐器的 然后他们会请来学校里面免费教 是这样 我是第一批 说上是一部分 我们就是基本上走的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 这两个进城务工的老男孩 一个是酒店大厨一个是大堂经理 因为喜欢唱歌而成为了好朋友 他们擅长用河南方言说唱 原创了许多反映乡村发展与时代主旋律的歌曲 在本届中国农民歌会上 他们表演的村长开会 以农村开会为背景 两人作为村委会主任和村之书 为年底的表彰大会上评选谁当先进 你一言我一语 道出了时下乡村生活的喜人变化 因为我们俩就是小时候记得 那个农村开大会 有那个灰色的大喇叭 开会了开会了 老少爷们就这种感觉 我们就刚好用了这个素材 刚好现在这个农村变化特别大 能够把这个中国梦切合起来 我觉得挺好 小爷们 老少爷们 开雕章大会了 先颠颠命 愚准 要不 我想说两句吧 徐晨征 赞串的那大高市 你能有我知道的多 你轻个人乱的你 我一说百应 以前赞串他最重 如今开了个毁免官 他会当数了命 中间说在总班店 只剩百十万 就连将那大正轴 都开起了连说 我再跟你说建养 人家高弄长 带领村民高富业 他全力本小康 有几金 有几样 有几蔬菜 是枪枪 既然恶都散 绿色安全有限 我说你许小脑 你真是偷人眼 小学同学的大哥 你抓换女生的力 不过后来怪人家 当兵去三年 现在等他村长 带领村民们的恐惩 与润泽徐安 第一次以组合的形式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是去年初 他们创作的河南方言版说唱 《弄煞泪》 歌曲以充满幽默感的 河南方言 倡导文明出行 引导文明交通正能量 在网上被称为 河南神曲 参加农歌会 拿了个最佳原创歌手奖 因为我们这一次比赛 都是唱的自己写的歌 就是我们回去的时候 刚好学院跟我一块 当时那场面还挺好的 开着偷垃圾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那个村不大 有一百多口人 所以都去了 估计有三四十个人 过去接我们 第五届中国农民各会 以中国梦 让农民出彩为主题 使农民真正成为 这个舞台的主人 展现出了新时代 农民的风采 改变了许多人 对中国农民形象的认识 今天的中国农民 有文化和才艺 有情怀和梦想 中国农民各会连续五年 在除州成功举办 这不仅成为除州的文化名片 也推动了除州市农村文化的发展 记者在南桥区乌一镇 乌一社区采访时 刚好看到社区居民们 正在排演一台节目 迎接即将到来的重阳节 除州市还经常举办 文艺下乡等活动 并连续三年举办了 乡镇综合文化站调研 使文化站真正舞起来 让农民切实成为 农村文艺繁荣的主体 近年来 政府加大了 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很多村也建起了 文化活动中心文体广场 为农民开展文化活动 创造了良好条件 但目前我国农村 仍缺乏具有专业特长的文艺人才 因此除了要举办 像中国农民歌会这样的活动 挖掘当地的各种文艺人才 同时也要加大 对农民文化队伍的培训力度 把农民的内在需求 和外在帮助结合起来 真正让农村的文化生活丰富起来 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 切入点是发展经济 但是落脚点 却应当是农民的幸福感 农民幸福可以说是 三农发展的隐形冠军 中国农民歌会 农民唱 唱农民 唱农村 农民们站在舞台的中央 把农村文化这个隐形主角 请到了台面上 这不仅是为中国留住 乡愁的重要形式 更是农民在行使自己的文化权利 是农民在主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 有了文化 中国的三农就有了更鲜活的内涵 数十名农民工为何露宿桥底 天气降温 他们还好吗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最近河南郑州数十名农民工夜宿桥底的事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那眼下呢 天气已经变凉了 大伙都非常的关心 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位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州大道的立交桥下 就是这群务工人员居住的地方 道路两侧的围栏边摆满了他们的生活用品 物工人员赵老汉告诉记者 他的老家在河南州口太康县来郑州两年了 平时就住在这里 主要靠一些零工维持收入 你们就是等于白天都坐在这等着接活 对 等着接活 那晚上的时候会什么 晚上都在这个集中点 接活也接活都上这来找 你也是在这接活的是吧 是的 住在这里的人大多都是趁着家里农贤时间出来打工的 通过工友介绍 三五成群的住在这里 久而久之中州大道的立交桥下 成了众多务工人员找工作睡觉的地点 你看这离马路都很近 这比较危险 这不危险 这永远都有太多 你这有肚子 这有肚子吗 我们看那都有监控 是不 这我们监控了不行 他们告诉记者 郑州最便宜的旅店也要花上几十元的住宿费 再加上吃饭的花销 即使接到活赚到钱也会所剩无几 那个要不然他 他说 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郑州的这个温度呢是12度啊 那像我身上穿的这件长袖呢 白天的时候呢还可以 但是到了晚上呢 我们就感觉到已经很冷了 那么现在呢 已经是大概九点半的时间了 我们看到呢 农民工的朋友呢 已经陆陆细续的在桥底下呢 都已经入睡了 现在小鱼淘贝子的小鱼了 每天这个贝子都要装在里面吗 每天起来以后转一来 转一来就干活来等会儿 都回来 干活回来了 赶紧都淘贝子的小鱼 这贝子嘛 是出家带来的 从家里带来的 这个是你的这个铺是吧 这个 这一块 那下面这铺子是你老家带来的 那下面这铺子是你老家带来的 那下面垫的呢 这是招的 这铺子是你老家带来的 不要给大工地干活 都拿回来了 这个叫暖和的很 对对 有被子 这铺的是什么 你看 你也给你打了 你也洗好的 冷不冷啊 睡着 反正是暂时不能 冷到下面有风冷的可以冷 是吗 我看你这个被子 你被子挺老的呀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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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脱衣服 那这睡觉 这个环境挺艰苦的呀 那你出来下 这两个不艰苦 这不都它吗 家里人知不知道 住在这个墙底下 家里人 家里人不知道 不知道 没跟家里人说 采访 采访中 大多数人告诉记者 几年前 他们会选择居住在城中村 每月300到400元的住宿费 对于他们来说还算承受得起 但是由于近年来 城中村拆迁 能住的地儿越来越少 房租也不断在上涨 虽然啊 这些务工人员看上去很乐观 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 甚至有一些人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因为他们担心 一旦上了电视 就有可能连这儿都住不了了 那么当地有没有安置点 对于这样的群体 有没有一种既能让他们有一个妥善的住处 又能安心打工的办法呢 河南省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作处柳志亮处长高层记者 他们从2003年至今 每年都会在冬季设置临时安置点 防止冻伤等事件发生 而眼下今年的冬季临时安置点 目前还没有开始运行 这个安置期间呢 就是从头一年的10月下旬 到次年3月15日 这是我们这个冬季九住这个期间 这时候设置了这个临时安置点 2014年 这个冬季九住期间 我们是5个闲室 4个区 总共设了25个临时安置点 这个目前还在清少当下 还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 长期性的这种措施 这种政策 你说你政府这个 把这个全部弹起来 来死不消息性的那个财政支出 据柳出长介绍说 像老赵他们又是属于打零工 流动性大 针对这样的问题 政府部门也很头疼 就是他这个临工 其中的底点的 他是随着这个 整州市这个 那个建筑工地 这个开发商 这个开发这个漏盘 那个变化 他是变化 他随即性的遭祸 随即性的 随即性很强 所以这 这个灌类上 车子也有点难度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 我们也想通过 咱们媒体 回一下 请上台下国家 看能不能 把这个群体也靠里进来 一边呢 是因为房租高 收入不稳定 不得不流速桥底 一边是因为资金紧张 流动性强 无法实现全年设置安置点 问题很难 但是我们希望 终究会有一个解决的方式 真正让竞争务工者 感到暖心 安心 好 我们再来看 其他方面的消息 10月17日 是第23个 国际消除贫困日 日前 五位来自中央单位 驻山西扶贫挂职的副县长 借力互联网热推旅量山货 他们带来了永和核桃 席线香梨 临线红枣 极线苹果 神池湖麻油 等约20种特色山货 并于活动当天 在电商平台 淘宝网上线 在贫困地区 发展电商 能够直接带来的好处 就是解决农产品的 这个滞销 和风产不增收 这个问题 就是让群众接触互联网 改变 就是打通了这个信息渠道 此次活动 他们通过整合当地 各县市资源 增加体量 把优质农产品卖出去 增加农民收入 活动主办方 从产品销售利润中 拿出一定比例 捐赠学生温暖包 让山区孩子温暖过冬 提到东北旅游 白山黑水 四季皆美 关东百姓热情好客 而多姿多彩的 东北乡村旅游 也在快速发展 我们四季都有 自己的精彩的旅游产品 我们在冬天 到农村热炕头 冰雪过大年 那么夏季 我们乡村 我们的农业 大农业观光 到了秋季 我们的采摘 都非常好的产品 现在东北呢 是这个高铁的铁路网 建设得非常好 高速公路建设得非常好 这样的这个路网的联合呢 使现在到东北 做乡村游 特别方便 近日 东北旅游推广联盟 在北京成立 共同打造 四季东北整体形象 和区域精品旅游线路 其中 独具特色的东北乡村旅游 不仅给城市游客 带来便利的乡村休闲体验 也在不断推动 农村经济的发展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各位 关注去交三农栏目的 官方微博 微信 给我们留言 欢迎大家 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